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士兵手中最基本的武器 无论是狙击步枪 冲锋枪还是手枪 各种部队所使用的枪械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所探讨的热点话题 而他们的武器库 也因此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近年来随着反恐形势的日益严峻 各国的特种部队也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网站中 而一项做事低调的德国特种部队 也在2015年3月10号 公开向民众展示了他们的最强武器装备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军事科技 2015年3月10日 德国特种部队几乎清朝而出 将自己的武器库全部搬到了世人面前 您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 就是当时德国特种部队向外界所展示的武器装备 然而在众多先进的武器中 最吸引大家眼球的还是具有德系血统的冲锋枪 MP7 我们知道德系枪械历史悠久 一直以制作精良而著称 虽然说MP7是把新型枪支 但说到它的血统和起源 那还要追溯到19世纪初期毛色公司的建立 说到德国枪械的起源 熟知兵器史的人都知道 毛色这个名字是永远绕不过去的人物 而毛色其实是指枪械设计大师保罗毛色 和他的哥哥威廉毛色 他们所设计的枪械种类繁多 手枪 步枪 冲锋枪 狙击枪都涵盖其中 没有谁可以否认毛色步枪是现代步枪的基础 而提起毛色枪械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 但是看到这张图片 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这是把什么枪 这把枪无疑是国产战争片中出镜率最高的明星 即便是普通人也知道它是大名鼎鼎的盒子炮薄壳枪 如果您是军事迷 还会知道它其实就是德国毛色兵工厂制造的 毛色军用手枪 我们中国在大概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有大量的这种伯克枪在市场上流通和在战场上使用 当时毛色枪的威力很大 一个是弹药装的多 最多的毛色手枪你可以装到20发 其实它的博物馆里还有40发的 出速400多 在当时来说很多手枪出速才200多 它这么大的威力确实很受欢迎 而说起这把枪的来源 我们还要追溯到1811年 当时一间专门为普鲁士军队生产武器的皇家兵工厂 毛色兄弟自小跟随父亲在这里学习武器制造 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枪械制造与设计生涯 因为轻武器不需要高深的学问 但是他要求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实践性 动手能力和操作性 那么有些东西呢 毛色兄弟自己是在部队服役的时候 体会到的对枪的这个特点啊 他非常熟 他不是那种很高端的技术人才 做事比较实际 所以他做出的枪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推弹退壳比较方便 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了 那么你追求稀里花里胡哨的这个特点 最后下壳了 那么这个枪就不好用了 毛色兄弟二人一生剑术颇多 他们在部枪设计 手枪设计 枪械制造 和工厂生产管理等方面 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也因此被后世人们称为 19世纪 德国最著名的枪械设计大师 各个著名的百科全书 都以一定的篇幅 记住了他们二人的功绩 由他们设计 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步枪和手枪 也传遍了全世界 一个世纪以来 以毛色枪械为基础的 现代步枪 已生产装备了约四亿支 如果这四亿支 在不同国家服役的枪 有记忆的话 他们应该不会忘记 自己的姓氏是毛色 毛色兄弟完成了 古代火枪到现代步枪的演变 奠定了现代步枪的基本结构 当然天才的创作 也并不都是一蹴而就的 那么 不一出身的毛色兄弟 究竟是如何在 轻武器设计的道路上 闯出名堂的呢 努力未必会见成效 在兵工厂的学习 让毛色兄弟飞快地成长 很快他们就发明了一种 后装炮 但在当时 毛色兄弟没有财力 也缺乏社会地位 很难让自己发明的新火炮 进入普鲁士军队的发言 于是兄弟俩把精力集中到步枪上 这时步枪开始在战火的洗礼中 进入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呢 普鲁士的这个后堂的钢炮 就是克鲁伯炮 压倒了法国的这个青铜炮 那么就打败了法军 但是当这个德军缴获到了 法军的步枪以后呢 德军经过测试发现 法军的步枪反比德军的 原来的步枪占优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德国来说 就是他要求在兵器上 一定要压倒法国陆军 在战后的1872年 德国军方决定挑选新的制式步枪 这时毛泽兄弟拿出了一款新式步枪 是他们在几年前设计出的产品 这种步枪于1871年 被德国军队采用 并命名为七一式步枪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支毛泽古枪 也因此毛泽兄弟 在枪械设计大师队伍中 占有了一席之地 毛泽的1871 本身并没有太多的 毛泽兄弟自己的发明 是参考了这个法国军队 当时装备的下死波枪 那么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黄铜弹壳 其实是这种铜弹壳造就了 毛泽枪的这个名声 这样一来呢 毛泽家族呢 手里头有大量的订单 所以后来福腾堡的这个 黄家的干脆把这冰工厂 就作价转让给了这个毛泽家族 于是呢 毛泽的这个冰工厂啊 就在原来的福腾堡的这个 黄家冰工厂的基础上就扩大了 就真的成为后来著名的 毛泽冰工厂 然而早期的步枪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一开火就会出现一团白烟 或者是黑烟 很难隐蔽射手 了解枪械的朋友都知道 现在的子弹都是采用无烟火药 而最早出现的无烟火药 在无形中推动了毛色 对枪械设计的重大突破 1886年 法国率先研发了无烟火药 还为此种弹药 特别设计了一款新式步枪 勒贝尔步枪 作为秘密武器收藏起来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法国军官 带着枪和子弹 越境逃往了德国 并用两万马克的价格 卖给了当时的德国政府 卖两万马克给德国政府 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那么德国政府就买下了 因为在那个时代 弹药的进展非常快 弹药一动枪就马上要动 你要是不跟 你就有可能打败仗 于是德国花了两年时间 搞了一种新枪 叫做委员会步枪 这个委员会步枪 当时一出在世界范围内 也是少有的几种新式武器之一 而各国因为德法已经动了 就纷纷向无烟药转型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 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不经意间的触动 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 甚至改变了历史 军事科技暑期强荡推出 系列节目枪械设计大师 带您穿越时空 探寻经典名枪背后隐藏的传奇故事 委员会步枪这个名字听起来 大家也许并不熟悉 但是看到这张图片 相信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会知道 这是一把什么枪 那么这把枪呢 看起来很像我们民间俗称的烧火棍 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汉阳造步枪 当然汉阳造是一把仿造而来的步枪 而仿造的来源呢 就是委员会步枪 也称为八八式步枪 虽说这把八八步枪起源于德国 但时至今日 每当提起汉阳造步枪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毛瑟 那么毛瑟和汉阳造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早在19世纪60年代 清朝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 大力采购西方枪线 而毛瑟七一步枪的精湛工艺 让中国成为了毛瑟公司的长期客户 而正是基于这种好感 德国商人谎称1888式步枪为毛瑟步枪 成功地将设计资料和生产机械 卖给了清政府 从1896年开始 汉阳兵工厂便开始生产此型步枪 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名枪汉阳造 此型步枪在中国前后生产了将近50年 是当时中国生产时间最长的一种轻武器 已是自清政府的新军到抗日战争时期 国内各个武装部队轻武器装备的主要枪型 1888式步枪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武器 尤其是它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用起来才知道毛病挺多的 因为它的零件比较小 比较碎 同时它的弹架也不理想 实际上当时德国人 德国军方还是为了快 最主要的就是为了采用无烟火药 萝卜快乐不洗泥 所以就是大量装备了这个88式步枪 然而88式步枪的出现 将当时毛色在中国的市场完全截断了 保罗毛色不愿意看到这种步枪夺去自己的市场 于是加紧改进自己的产品 不断地改进让毛色枪种类繁多 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1898式毛色步枪 98式其实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对于弹药的装填和抽壳 整个这套过程 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的步枪里边 是故障率最低的 最顺利的 然后呢这个枪击是回转式的 这两个结构呢 对于后来的这个步枪的发展啊 几乎就是可以说是现代步枪之父 二战的时候呢 就是法国的这个马斯步枪 日本的38枪 美国的春田枪 其实都是完全照了 照超了德国的这个毛色的枪击 就这个弹药成功 1898式步枪 在经过不断试验与改进之后 终于设计完成 据史料记载 毛色为研制这支步枪 付出过很大的代价 在一次试验中 因敌火击穿 把他的右眼打瞎了 而毛色的努力与付出 终于在1898年得到回报 那一年 德国军队决定 采用新改进的毛色步枪 作为制式步兵武器 从此 毛色98步枪 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 一直是德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而980步枪的设计 也因此成为了 世界枪械史上的 一个重大成就 乃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这种设计的结构 仍保留在许多枪械产品中 毛色系列步枪的军力生涯 要从1898年 德军采用其为 陆军的制式装备 开始算起 毛色步枪装备了 德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是他们在整个战争中 使用过的唯一一种武器 随着战争的进行 毛色步枪被赋予了 更为广泛的用途 此时 毛色兄弟不仅在 步枪的研制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时 他们在手枪的研制方面 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其中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我们在片头中提到的 博客枪 毛色手枪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动手枪之一 具有威力大 动作可靠 使用方便等诸多优点 凭借其精湛的制造水平 在中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已受到了很多中国军人的钟爱 然而这把看起来很不错的手枪 却没有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视 甚至没有被军队采购为世事武器的记录 当时的世界的很多先进国家的军队 它还是流行贵族长兵的传统 德国人也有这个特点 所以毛色手枪由于它体积太大 戴在身上一不方便二不好看 所以在很多那种现代化的那种列强的军队里 它确实吃不开 中国当时内战讲究实用 就没有人在乎好看 活力猛就行 所以这个就是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国家军队 对武器装备的选择 它侧重点不一样 毛色手枪虽说在欧洲国家没有销量 但是在中国却得到了很多人的钟爱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正处在水深火热中 即需要武器进行作战 而当时的日本控制西方向中国出口军火 但作为民用手枪的薄荷枪不再自裂 因此薄荷枪成为各派武装的首选 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中 在重武器与自动火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毛色手枪便成为了游击队员得心应手的最豪伙 毛色枪的做工非常好 这个一点不假 因为毛色手枪有个优点 它的分解结合不需要借助工具 当时的第一代的自动手枪 很多分解结合是需要专用工具的 那么毛色枪的优点 它是积木式设计 就是完全用手就可以把那个枪击抽出来 然后它的组合完全就不需要用工具 这点是它设计的独具匠心之处 如果衡量毛色手枪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占有的地位 那么从同盟会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到辛亥革命 从云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恢复地质 到国民革命军北伐 从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再到解放战争 我们几乎都能看到毛色手枪的身影 然而如此被中国人深爱的毛色手枪 却有着迷一般的绅士 毛色手枪在传说中 是毛色场中的非德勒三兄弟 利用工作闲暇设计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争议呢 有一种广泛的说法是 毛色坐享其成 因为该枪申请专利者是毛色 因此有人以此作为毛色积极参与的名证 第二个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驻扎毛色场的指挥官下令一把火 把毛色场的记录给烧了 烧毁的记录中也包括了研发日志等文件 因此薄荷枪到底是谁发明的 至今仍有争议 毕竟毛色不是所有的产品 它自己都设计的 它毕竟是个管理人员 所以最后的专利肯定还叫毛色 因为它依托的是一个大型冰工厂 所以保证了产品质量 保证了生产的产能 因为即使你比如说你一个小的这个部门 或小公司你能够设计出一个好武器 但是你没有量产的这个能力 因为它对于机械加工要求特别高 虽说毛色步枪 毛色手枪的出声证明都消失在一把大火中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大家只有用猜的 但是不论薄荷枪是非德勒三兄弟研制的 还是毛色研制的 他们都为这把手枪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而薄荷枪也伴随着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翻开旧照片 由上海街头到东北老山密林 到处都有它的踪迹 它和中国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可以说毛色手枪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很多人认为毛色公司属于昙花一现 战争结束了 他们的公司也随之消失了 但是毛色兄弟倾注全部心血 一生都在致力于轻武器的研究和生产 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和贡献 他们事实后 毛色枪械一直繁衍至今 如今世界上很多的突击步枪和狙击步枪 仍然延续着毛色的血脉 也因此他们被后人称之为 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枪械设计大师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军事科技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 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不经意间的触动 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 甚至改变了历史 军事科技暑期强荡推出 系列节目枪械设计大师 来您穿越时空 探寻经典名枪背后隐藏的 传奇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